现在的要求就是说 我给我妈结婚 因为我妈有家 万年她有家 她公主母亲就是为了等我 她就等我妈百年 等我妈死了就都归她 一切都是她跟着操纵 不为这房子她不来 我花钱买的这不是姓韩的吗 爱不着你们宅家里门的事 有矛盾找第三条解释 有矛盾找第三条解释 大家好我是刘佳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宅家的老母亲和她的儿女们 宅家两个姐姐说呢 弟弟在限制着老母亲人生的自由 而老母亲到底有没有权利 选择自己在哪里生活 跟谁生活呢 主要跟您儿子儿媳妇一块住呢 对对对 王好民还希望跟他们一起父吗 还跟他一起父 你哪个孝顺我妈呀 您就在这儿红口白牙 说我不给那是不行的 吃什么给我买什么 我儿媳妇特别好 我跟你说我就对他 就一点好的印象都没有了 你知道吧 你哪是孝顺我妈呀 她给我租了两间屋子 我也不知道她给我租的啊 她给我骗的事儿去 这就是叫骗子 因为我住的离我妈近 所以我就看到我妈这样 我确实我心里难受 妈当我们长大了 我们说在 我妈动不了完了 我们看着难受 现在的要求就是说 给我妈结婚 因为我妈有家 万年多有家 你知道吧 我跟我儿子快惯了 我儿子离不开我 我走一小大也不哭呢 现在生活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出现什么问题 那您来这干嘛来了 您的诉求 您来这干嘛来了 我就啊 要我那个 那什么那个 我弟弟那份钱 还有三个手印 我就要这个 我妈左耳朵能听见 左耳朵 用耳朵聋 尽管冒蝶之年的高龄 听力有些不好 但老母亲韩淑兰 用直言片语的关键字 道明了此次来到 第三条解释的目的 三个干嘛的手印 三个手印 是啊 我给他钱定合同时 不是他叫我摁的 头一个手印啊 摁了一个手印 他那个放过一篇的 这是咱传艳造的啊 拉过一 给这手印 头一个手印 放完了 第二个手印呢 他又拉过手指的 又摁一个 没有字的这么一个纸上 摁了一个手印 再后的就是 后边远了 这后边拉 您说的这三个手印的意思 是说您在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 就被人要求 摁了三个手印是吗 知道 我给他钱的时候 他就 没有那什么事 他就叫我摁了一个手印 现在知道这三个手印 是什么意思了吗 知道那个上面写的是什么吗 他们让你写的协议 不知道我不认识 我没有协议 现在知道了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份协议 等于他们就是拿了 拿了不知道是什么书面文字 我在幼儿园上班 然后我婆婆等于他那个年纪也大了 让愣拉他的手 摁了手印 你怎么知道他们硬拉着老太的手 是我妈说的 我妈说的 他是不是硬拉着您的手摁的手印 谁硬拉着他的手 同一个 谁硬拉着您的手摁的手印 当时跟他说了 说他知道 他知道 这会儿他不是 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我妈妈是 老二拉过手 跟人家手印 他回去一说 我妈就反悔了 现在还是个未解之谜 是吧 刘女士 这个您听您婆婆说吧 就还是个未解之谜 到现在也不知道 这个三个手印 都是什么意思 这个文件写的是什么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因为我在幼儿园上班 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婆婆跟我说的 那问过两个姐姐吗 没有问过 但是她从来也不跟我们说 没说过 我倒有一次说过 我说也不知道 你签的什么协议 他俩难提都没提 我就知道协议是 于是两份 你不知道多了 你就知道钱 你这是自己 拿点什么东西 上那儿写 还有一张红百页 跟你说不着 你回家你就骂我们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可以随便往上填 这是不是就触犯法律了 我怎么触犯法律了 三个手印啊 是不是他上我家去 又哭又闹了 是不是啊 他说您没有钱花了吧 没有调柄的钱花了吧 他又给我一个两万块钱 又给他个人手印 这是老大啊 这是老大 拿着写完了字 拿着这本写完字 叫我按着一个手印 这是三个手印 我主要就要的这三个手印 是什么 是没意识到吗 您当时意识到了吗 按这手印 按的时候没想过 按的是文件上是空白的呀 空白纸上 有字的也有空白纸的 他们让按着 没有 空白纸的没有 你看见了吗 你知道吗 你在家吗 没有 同一个是有字的 我哪一张都是写着字的 我们 我弟弟 我们三人还我妈 我全有 第二个 翻一张是没有字的 空白的 我不可能骗 还有您抱着 两万块钱的照片呢 给您照的 都照了 因为事发时 家中没有人陪伴 母亲韩淑兰 只能简单的回忆起 一些经过 究竟是谁 让老母亲 按下了三个手印 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一切都要从儿子 翟春森 和儿媳 刘翠荣结婚后 与老母亲韩女士 共同生活 开始说起 我们就是 2011年 就搬到了 这个仪秀园 后来我妈 过了不长时间 她就不知道 怎么不能走了 我们现在才回忆 我妈为什么得那病 因为当时 我妈挺好的呢 甚至也清楚 我妈也能走也能 咱就想到 我妈岁数大了 可能是也不知道 什么毛病是吧 儿子 儿子成家后 2011年 母亲韩女士 跟随儿子翟春森一家 搬到了现在居住的 一历北原小区 没过两个月 母亲就突然生病 而两个女儿 将妈妈的病情 归咎于翟春森夫妇 我弟弟到那儿 搬到也是在这个期间 也就是 我就认为 他也就是糊涂了 他肢体啊 能走 脑子呢 就是排不起脑袋 糊涂糊涂 对 我弟弟没搬你之后 也不这样 回来给我 他来给我分药了 我不认字 但说眼睛也不好 他给我来 天天来给我分药了 分药了 要过一礼拜吧 把这药吃完了 吃完了呢 我就 我就说一跟头 怎么说一跟头呢 家里没人 来看上 我一拽 拽一声 滑鸡就回地了 或许是因为上了年纪 老人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一次 大女儿翟春凤 登门看望 妈妈向她吐露了 自己的心思 我妈就跟我们说 有两个愿望 我妈就说 你看我这样了 能不能转个愿 看看上别的地看看 我说行 还有一个愿望 我妈说 我想回万全庄 这是我妈有两个愿望 我一想 我妈那么大四四 八十多了 她有什么愿 有什么愿 我都得担任她 对吧 我说行 对于母亲提出的两个愿望 大女儿表示 她肯定尽力满足 当然 对于母亲 执意要搬离儿子 儿媳家的想法 大女儿 宅春凤 心生怀疑 我们现在呢 就是去我妈呢 她那个 就是刘翠荣 我那个 我那弟妹 她就是每次都骂我们 叨叨叨骂 我们就说不招 我就说别 咱们别打架 去了以后 好像咱们去 也不管谁对谁不对的 就看妈去了 是吧 我说咱们躲着点 我们俩 现在都是我们俩 我跟我妹妹 自己一块去 究竟是老人的心愿 还是女儿的心愿 明明有着共同目标 却又为何分歧不断 我妈就说 你看我这样了 能不能转个院 看看上别的地儿看看 你确实是在 在那个什么我妈 陷害我妈 你在算计我妈 出白纸都没有 看见了吗 你知道吗 你跟我妈过 谁跟老金一块 最起码 装个水 你得比我们多吧 您说的这三个手印的意思 是说您在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 就被人要求 摁了三个手印是吗 所以就拉着您的手 按着手印 你看我自己的房子 就是用我爸爸的面具 买个房子 现在这死孩子 都死了四十年了 他说他能够找回来 回来在这儿呢 这孩子要死了 我把钱给您 我给您打一扎过来 你说让我怎么去面对 到他那儿去 他骂你 我去看妈去 偷偷摸摸的 这谁人都说了吗 八十都愿意有个妈 我为什么不愿意 让我妈想想就服啊 有矛盾 找第三条解释 多了 我说妈您过来看看 住几天了 完了以后呢 他不让来 我弟弟来了 说什么 妈不能上你这来 那个 你待会你给妈洗脑 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呢 他们就现在无中生有 要闹出一个孩子来 等于就不让我妈 他们手里的钱 也别想让我妈闹着 然后想把这房也都毁了 也不想让我闹着 不是等于公众给我家孩子了吗 他们心里不宣分 就一次一次上这儿闹 没有这一心的考证 人家不哭 我就是闹 而且老上那儿还给 我们一娘都像什么的 他跟我说这话 当时我就那么闹 后来我就想 我说那什么意思 写什么脑啊 每次去登门看望 总是不那么顺利 两个女儿 也想借着母亲的要求 让母亲搬离 女儿们想要顺应母亲 尽孝心 然而这似乎在母亲眼中 有另外一番味道 伊丽北园是谁的房子 伊丽北园是我爱人的房子 写的我爱人的名字 那现在这个家里还有其他的房子吗 家里然后长群园北里 有一套我自己的房子 就是用我爸爸的面积买的房子 然后他们提的房子 就是我婆婆名下那套房子 在万全庄 那个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我那房子呀 是韩少兴 是我弟弟 我弟弟80年死了 死了这个房子呢 就归我了 归我这师父呢 这个盖楼房子的人呢 说呀 这个房子是谁的 我这是我的 我弟弟没有了 就写韩正兰了 写了韩正兰 后来他问我 您这儿要站 我那是两间房 两间股房 他说干什么 说给我一级石 说给我一级石 我说我不干 我说一级石 本来 我这个是给一级石啊 少 给两级石要多 就按那区子来说 对不对 他说得回两级石 给我两级石呢 他说您得刮高价钱买 他说得刮高价钱买 我说那我也要 他给了我两级石 是六号铺 六六五 我就买在这儿的房 这钱谁出的 谁出的这钱买的房 我和我爱人 亲节买的 我舅舅那个房子 是买过来的 您用一句话去说一下 是买的 提及那处万全庄的老宅 就不得不追溯 严格问题 早年间 这套房子是韩女士的娘家的 也就是韩女士弟弟的房子 因为弟弟早先的离世 而且没有其他亲人 所以这套房子就归韩女士所有 而对于究竟韩女士的弟弟 还有吴家人 还有这样一段插曲 我那弟弟啊 有一个小孩 有一个男孩 男孩是不是呢 男孩呢 我给送到医院去 死了 死了以后呢 他说干啥呢 这孩子呀 还活着呢 没要是 没要是那什么 找人家儿子 跟那什么呀 找他人家儿子 那房子 跟您的钱都不是您的 那人家 还少经得儿子的 他这么说的 那也没说他们想要啊 说过他们想分这个房子吗 我舅舅孩子 我舅舅那孩子死的时候 不是 没死 他有一个 生了一个孩子 当时是我抱着去 给我抱到儿童医院去的 因为什么呀 说死了 没见着尸体 他就说想给他那孩子 找他那孩子 他先一说的事 说的是找那孩子去 他说我要找出那孩子 这钱跟这房子 不是您的 那是人家樊少经的 我也没理他 他跟我这么说的 就是最近说的 什么时候说的呀 11月呀 8号 他上网去了 他说什么 您那钱啊 给您拿来了 我说跟哪儿呢 他说咱那是 这儿不给您 得上第三条街市给您 我说行啊 甭管哪儿 你给我就成 他说我告诉您 如果要找着这孩子 这孩子要活着呢 这钱归您 这孩子要死了 我把钱给您 我给您打一折过来 他跟我这么说的 所以他那个也没有 要分这个钱的意思 您也说那个钱是 舅舅留下的 那如果舅舅有后的话 那当然是他的后人 先行继承 您说呢 阿姨 对吗 您知道 现在有多少年了没有 是由七几年死的 现在这死孩子 都死了四十年了 他说他能够找回来 回来在这了 上医院瞧病的时候 上医院瞧病的时候 这孩子有病了吧 我弟找我去了 说这孩子 就是出了满月 出了产院呢 就老回来老户 我说你给他吃了没有 是死了还是被遗弃了 是死了还是被遗弃了 那孩子是死了 那他去不去 他给抱着的 他跟着我弟弟一块给抱着的 他妈是绝了 他抱走不了 就给他送去了 送去了 第二天他就回来 给个孩子哥哥回去了 到第二天我弟弟就上边看了看了 看了看 孩子不哭了挺好的 再待两天呢 他又去看了 他说那孩子挺好 待两天可能要出院 他说我弟弟跟我说的啊 没待几天呢 人家给来 人家给来信了 叫去上那儿 瞧去说这孩子死了 是说这孩子死了 死了 说你要来的时候 你得找一点啊 你别一人来 我弟弟也傻 我弟弟也傻 这么着呢 我就跟他去了 第二天啊 第二天我就跟他去了 去了这 我们就上那个病房了 到病房呢 父母说您这小孩不在这了 说在太平间呢 他就领路上太平间去 在地隔着 盖一块白布 人家就把白布 递着起来 瞅着您这孩子 瞅着这孩子 说这孩子死了 这么着呢 我们就找大夫去了 找大夫去给 瞧病得拿钱呢 瞧病我们去交钱呢 我说您瞧着这孩子什么病啊 他说黄胆性肝炎 这么着就死了 死了我们交完了这个 交完那瞧病的钱呢 我们这俩就回来了 就 我妈就说你看我这样了 能不能转个院看看 上别的地看看 你确实是在 在那个什么我妈 陷害我妈 你在算计我妈 从白时都没有 看见了吗 你知道吗 你跟我妈过 谁跟老金一块 最起码 装个水 你得比我们多吧 您说的这三个手印的意思 是说您在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 就被人要求 摁了三个手印是吗 是可以给您拉着您的手 摁了手印啊 你靠我自己的房子 就是用我爸爸的面子 来的房子 现在这孩子都死了四十年了 他说他能够找回来 回来在这呢 这孩子要死了 我把钱给您 我给您打一扎过来 你说让我怎么去面对 到他那去他骂你 我去看妈去偷偷摸摸的 这谁人都说了吗 八十都愿意有个妈 我为什么不愿意让我妈 想想想服我 一切都是他跟他操纵 不为这房子他不来 我花钱买的 这不是姓韩的吗 爱不着你们宅去 什么事儿 有矛盾 找第三条解释 就是确定已经死亡了 为什么两个姐姐 还要说这孩子 有可能还没死 还能找回来 他说确定已经死亡了 为什么我大姐二姐 还说这孩子活着 问您呢 他没瞧他知道啊 那孩子不到满月就死了 他在付这钱 他在替这个 是入社钱吗 还是房子钱 就为 为 为 这领这个 领这个 领这个社零钱 由这个他来提起来的 刚才不让他说 你给妈说乱了 你让妈自己按四位说 这钱现在都在谁手里 您的社零钱在谁手里呢 我先带我这 我的社零钱呢 在我手里的 您爱人呢 就是老童的社零钱给他分了 给谁分了 还有六万块钱 都给谁分了 给老大老二 老三没给老四 就现在的能联系上的三个孩子 把父亲的这个 这个社零钱给分了 现在您自己手里的社零钱是 我自己的还在我手里呢 您刚说剩六万是什么意思啊 哪来的六万 他说您那六万怎么剩的六万 哪来的 您说说这个 在六万块钱呢 他给我搁在那儿啊 他也没给我拿来 就他爸爸的六万块钱 他给我搁在银行了 人家说 我说他也没给我搁哪儿啊 我问别人 别人说您 他不是说打银行吗 您去挂吃去 老姐夫说 现在您想要回来的 来来等会儿 您想要回来的是您弟弟的钱是吗 是不是想要回您弟弟的钱 对对对 这个钱在谁那儿呢 您弟弟的钱在谁手里吗 在他手里呢 谁 在宅春宴手里呢 老二 按这个按法律继承分的 就是我 我先单给了我们三人一人两万 我们俩还有我大弟弟 单给了一人两万 其余的都是按法律继承分的 您跟我说的 钱在搁我这儿 给您探病和租房用 别给宅春宣 说搁他们那儿 他们都给您花了 无论自己的弟弟究竟还有没有后人 对于弟弟的那笔死亡金 二女儿 宅春宴 始终掌握着 韩淑兰很是不满意 为此 他还曾经起诉过二女儿 剩下的那钱不是写着我妈的名字吗 我都给他们弄给他们的名字 因为我舅舅那个钱 为什么没写他们名字 直接转过来就都打到我的名下 我给他们分 但是我舅舅那个钱呢 我说呢 我都没激活当时 我说呢 没事 不动它 给你们 因为在这个 就是我妈那时候就说过 这钱啊 二啊 这钱要拿下来 你拿着 别给他们 都给我拿回来 他们都给我 都花没了 我有病不给我瞧 还把那条 欠条给我撕了 所以一直都是我拿着 没想到 那时候一这样 我也挺生气的 所以我说就不给你 这不有我舅舅那钱吗 对 现在也问题严重 那咋咋呢 因为我舅舅的钱 他就逼着我妈要过去 我舅舅呢 是这个 我舅舅接过婚 他因为这个 就一个钱 让我妈告过我妹妹 我说 这钱老夫给我 我说我等着什么呀 别人就跟我说 您告他去 我说告我得有凭据啊 我没有凭据 我使什么告别的 别人就告诉你 上哪儿 上那个公社告别去 8月1号 我去的是 帮忙推着我去的 8月1号去的 去的我说 我说我问您一下 还是要挣那钱谁拿走了 这是宅舅宴代理人 拿走的 多少钱呢 19万8 你给开一条拿回来了 那我生气的 这钱我弟的钱 怎么好 我们当时拿不了来呢 我就 我生气 后来 叫了我媳妇找了一个律师 我不知哪儿 我说媳妇找了一律师 就跟人说了说这情况 人家调查调查 人家调查调查 说完了 他就上我那儿来 问我是不是这么当的事 我说是 他就告他去了 在儿媳的协助下 一时生气的韩女士 将二女儿推上了被告席 尽管事后 在大女儿的劝说下 母亲又撤了诉 而经历了这样一番折腾 两个女儿坚定的认为 是有人在母亲那里 吹了耳边风 彻底将矛头指向了 翟春森和刘翠荣夫妇 主要跟您儿子儿媳妇 一块住呢 对对对 王晓明还希望 跟他们一起住吗 还跟他一块住 你哪是孝顺我妈呀 您就在这儿红口白牙 说我不给呢 是不行的 吃什么给我买什么 我儿媳妇特别好 我跟你说 我就对他 就一点好的印象都没有了 你知道吧 你哪是孝顺我妈呀 他给我督了两间屋子 我也不知道他给我督的 他给我骗在这儿 这就是叫骗子 因为我住的离我妈近 所以我就看到我妈这样 我确实我心里难受 妈都我们两大了 我们说在这儿 我妈动不了我来 我们看着难受 现在的要求就是说 我给我妈接回来 因为我妈有家 外面也好有家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就 我的意思就是 接到家里来 连谁都不用跟 咱们顾保母 我刚会儿都会换了 我人都离不开我 我走进去 我当然是姑娘的 我妈就跟我们说 有两个愿望 我让我那个 我弟弟那份钱 您回这俩钱啊 您就连我 连我们俩都不要 就跟不告了 这意思 再两天他又来了 这是老大来的 老大来的 就坐在这儿了 他就哭了 他说给那告的那些彻座 不告了 他说您这儿 那个您的二女婚 都喝的 那什么 哭的都 都吃不下的东西了 又不能吃东西了 门下这样 好点就怎么办呢 第三条解释 欢迎回来 现在来到第一现场 是两位宅女士 分别是宅家的大姐 二姐 刚才呢 听见妈妈的 三个诉求了 其中呢 有一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到底这怎么回事 就是咱先说那手印的事 好吗 好 有这么回事吗 说不知道怎么的情况下 就又在文件上摁手印 又在白纸上摁手印 这到底是什么呀 我说吧 这个不是说文件上摁手印 是我 因为我妈妈这个钱 就说怎么分配的时候 什么钱 就是我们家 这个以前农业社 拆就是给的 入社钱 入社的那些钱 完了 以前都是我管 都是我们家全就是 有我管嘛 好的 全是我管 完了之后呢 这个钱 第一次这个手印呢 是我们 我妈妈说拿下来 一人给我们两万块钱 还有我弟弟 我们四个人坐那 让我妈 我说你们钱在我这 谁从我这拿走 谁给我签个字 我妈妈不会写字 让我妈按个手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那个 我妈妈 十一月 十一月十九号 好像是十一月十九号 我们去看我妈去 我们敲不开门 她说敲不开门 敲不开门 是因为 不是上次说了 我妈和保姆睡着了 我妈说没有钱 我妈我们 我妈晚上我们去的时候 白天没进去 晚上都跟我表妹去的时候 我妈说没有钱 不看了 说的那个我等到一月一 是这么着 我姐说 小二你给妈去取两万 取钱 明天让妈瞧病去 这么着 这是第二天 我取了两万块钱 取两万块钱 我姐说我做证明 你得给我证明 那我取出来 这么着 我说妈给您 您拿着 我说您得给我 您得给我签个字 别说钱在我这 我给我全都 我贪污了 我说您给我签一字 我姐是证明人 这个 而且给我妈这两万块钱 那我都有想 天我妈还拿着数 还数呢 第三个是 没有空白的 我们没有空白 我在上面 我那本上都写着呢 现在因为 第三个哪 没有 我没想到 我们这是俩 一个一人两万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 那个什么 那个给我妈单拿两万块钱 瞧病的那个 你妈妈在意的是三个印章 三个手印 第三个手印 你想不起来了吗 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没关系 没关系 然后呢 你妈妈也说 还有在空白纸上 印的手印 没有 您说没有这回事 姐姐也说没有这回事 我妈明明看见有空白的 是不是有一张是空白的 他们说没有空白纸 没空白 有没有一张 我眼睛瞧不清 我就说他没有空白 为什么他翻过来的底 那边上面有没有字 什么有字 没有字 是吗 你看 他不承认吗 上面有一张 没有字的 按了手印的 你哪是笑死我妈呀 您就在这 红口白牙 说我不给 那是不行的 吃什么 给我买什么 我儿媳不是特别好 我跟你说 我就对他 就一点好的印象 都没有了 您说的这三个手印的意思 是说您在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 就被人要求 按了三个手印 是吗 这孩子要死了 我把他给您 我给您打一枝过来 你说让我怎么去面对 到他那去 他骂你 我去看妈去 偷偷摸摸的 这谁人都说了 八十都愿意有个妈 我为什么不愿意让我妈妈 想想就不 我 我问你一下 刚才老太太的时候 三个手印 刚才我这里看了一下 我这里看到两个手印 对 那么还有一个呢 第三个手印 我还真没注意 真的我没想起来 一个是六月三 六月三号 这14年的六月三号 是一个关于一些款项的分配的 一个相关问题 最后余款是 一万一千六百 对 剩余的一万一千六百 给了妈 然后前面有些款 你们分掉了 是吧 对 是这个吧 对 然后刚才我看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呢 是14年的11月19号 说呢 你取了两万块钱 交给了妈妈 看病使用 是这样吧 对 那妈妈说三个 有三个手印 那我没有 我没有 有没有空白纸上按过 没有 我管保证 我没有 我没有 是不是有让您按了三个手印 到底几个 你说吧 三个 三个手印 他勾那两万块钱 是不是叫我给你手印 这是仨 听着啊 我要跟您说的是这样的 在那之后 就是今天从做节目开始 您一会儿一直想 到节目做完之前 您都可以反悔 您都可以想起来 那第三个手印是什么 如果你想不起来 那我们现在 就以现在这个时刻开始 如果以后发现 有哪一个文件上 有没有今天说明的 手印 都是可以不认证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这下班 我本上都在案 你这样 你不知道按着手印 那东西在哪 我刚才翻来 我没翻着 那个本上 要不我给您拿 不是 但好 你爸那个 不是老太太 按了手印了吗 那东西在哪 那我这本上呢 本上按的手印啊 对 我们写的就是谁 分的钱呢 你 就是一个收条 是吧 就这种物 你从我这拿走了 对 当时我大弟弟也在 我们四个人都 我们 我们姐仨呀 都在 对于老母亲提出的 手印问题 二女儿翟春艳 一一做出了解释 她表示 她绝没有做出 侵犯母亲权益的事 可能是因为 当时的态度问题 让母亲造成了误会 主要跟您儿子 儿媳妇一块住呢 对对对 王晓明 还希望跟他们一起住吗 还跟他一块住 你哪是孝顺我妈呀 您就在这 红口白牙 说我不给呢 是不行的 吃什么 给我买什么 我儿媳妇特别好 我跟你说 我就对他 就一点好的印象 都没有了 你知道吧 你哪是孝顺我妈呀 他给我督了两间屋子 我也不知道 他给我督的啊 他给我骗在这里 这就是交骗子 因为我住得离我妈近 所以我就看到我妈这样 我确实我心里难受 妈跟我们长大了 我们说来 我妈动脚完了 我们看着难受 现在的要求就是说 我给我妈接回来 因为我妈有家 外面也要有家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就 我的意思就是 接到家里来 你谁都不用跟 咱们过往母 我跟我儿子就惯了 我儿子离不开我 我走一小大也不哭呢 我妈就跟我们说 有两个愿望 我要我那个 我弟弟那份钱 就是我舅舅那个钱 我妈不说我舅舅那个钱吗 我舅舅那个钱呢 当时领下来的时候 都是委托着我妹妹办的 我们也不管 领下来之后呢 我妈挺高兴的 本来是在这以前呢 就等着说要拿着 拿着那个钱下来 去租房 我前面的事 前面的事先不叙述 就先叙述 我说我弟 我那个我舅舅这个钱 因为从哪 到他要那个钱之后 那个我们分完钱吧 我弟媳妇 回来呢 跟他说 我说那个 我们都挺高兴的 跟我妈还有弟弟 我们都同意了 说了回来 给我妈租房 还有瞧病 因为以前看病呢 这些事都是我妹妹 带着我妈去 他离着近 然后呢 我们就说 我觉得我们 都是挺好的心 他上班 我弟的身体又不好 这些个事呢 完了我妈又 一直想回来 说我舅舅这个钱吧 我舅舅这个钱呢 他呢 他就 他当时骂起来了 就非得要要 就要 要我们就算了 我们就走了 我骂过吗 我没骂过他吧 你不说那 你不会骂人 我根本就不会骂人 我也是不会骂人 我舅舅这个钱呢 然后是通过那个 起诉告我妹妹 要这钱 是11月份吧 起诉书上写上的 说我舅舅没有孩子 没接过婚 没有孩子 然后呢 我妹妹拿了起诉书 让我看 这样我想起来了 那个时候 我妈刚才前面叙述了 但是她有病的时候呢 大概是夏天 我舅舅 在抱着 抱着那个小孩 去我们家 结论是什么呀 你不想找个孩子 对 她这不因为要这钱吗 为了个钱吗 就是说舅舅 有没有后人 想确认这么一个事 对对对 最后的结论是 舅舅没有后人 她起诉上是没有啊 对啊 另外问一句吧 你这不说有个 14年10月 老太太起诉 起诉这个二女儿是吧 对 判决结果呢 没起诉 没撤诉了 撤诉了 这个没往下进行 对对 刚刚您说了 这是您认为不同的地方 妈妈觉得孩子已经死了 你觉得没死 还有其他的 你觉得 他们刚才反过的信息 跟你不一样了吗 那个孩子 我妈根本就不知道 没看见 她拦着我 就我妈让我起诉的时候 起诉 叔叔根本就没提任何什么 说我舅舅没有孩子什么的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胡说呢 她是有孩子 您见没见到尸体啊 她说到医院她没见到尸体 你没见到 你没去 去我跟 我跟她爸爸去的 见没见到尸体啊 我见到了 我跟 我跟那谁 那会才十多岁 你懂什么呀 去的时候 我跟那我弟弟去的 咱们也没说 咱起诉 根本就没提说 我舅舅有没有孩子事啊 净胡说 没提过 这个钱是你舅舅的钱 对 他去世了 他给了他姐姐 对 为什么不给他呀 不是 我跟你说啊 这个之前吧 为什么说不给他 就是 在这个之前 我妈就是说 以前有病的时候 跟我们俩说过 跟我们俩 我们就看我妈是说过 我妈是从半年庄 搬到那个伊律北原的时候 搬到伊律北原的时候 我妈跟我说 说那个 你呀以后分这钱 当时钱没下来呢 您知道吧 我妈跟我说 说那以后这钱 你呀 二女跟我还拿着 不能给三了 他们都给我招没了 我一说 等会儿 二姐 刚才老太子在这说话 你能听见吗 我听见了 他要这钱 我知道 怎么办呢 我说 我 因为我这上 当时我们签的是说 给您 他让我们给他租房 和看定用 来 二姐 刚才妈妈都来了 在这把话说出来了 您打算怎么应对 这个钱 他需要的时候就给他 不需要的时候 不是需要 他要 我现在不给 我现在不能给他了 因为我跟你讲究 为什么我不能给他 他们 我弟弟跟我的弟妹 他们俩人 把我妈这些钱 二姐 遭的 二姐 你妈妈跟你要钱 在北京电视台 第三条件事 这个节目里面 然后您就打算 在这个节目里面 给你妈妈 一个回应 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 说我不给你 不是说不给 您需要 这就给您 需要不需要 他不由您说了算呀 您是大管家 您做不了主 韩女士的弟弟 究竟有无后人 我们似乎很难考证 但无论结果是什么 母亲韩淑兰都表示 她希望二女儿宅春宴 能够归还自己这笔钱 但对于母亲的要求 二女儿有话要说 听白纸都没有 看见了吗 你知道吗 你跟我妈过 谁跟老家一块 最起码 装个水 你得比我们多吧 妈都我们长大了 我们说在 我妈动不了我 我们看着难受 现在的要求就是说 我给我妈 我妈结婚 因为我妈有家 妈年后有家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就 我的意思就是 接到家里来 连谁都不用跟 咱们不往母国 被我妈以后招想 我告诉你 二姐 你妈不胡动 我妈不胡动 接着 你就做不了她的主 她的钱被人交完了 那是你妈妈的命 没钱了 你照样的交 是 我能给 什么时候需要 我现在我就需要 你平时不给我 那我弟弟 所以 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 二姐 你和大姐 你俩得好好想想 这事儿到底得怎么做 您就在这儿 红口白牙 说我不给 那是不行的 他该给的 就给的 不是说咱们都不 我告诉你 我还真不说 这该还是不该 刚才我的态度 我相信你们俩 明白我的意思 但是不能这么呈现 就像刚才那个 我说了 你妈妈要钱的 然后你就跟我说 我不给 不行 明白了吗 我给你们指路 关键是你们和妈妈 这边的沟通方式 她是不是接受的 明白吗 现在明显的 你都能看出偏 偏来了 是吗 对 就是明显的 你们的方式 没有被她接受 那你们要变方式 是吗 您跟她说过吗 以后钱下来 就让我二姐拿着 不能给三了 要不省他们给花了 说过吗 我可没说过 我儿子有小的跟着我 有小的跟着我 她说您跟她说了 钱下来就归她拿着 不能给三 我没说过 我没说过 我儿子糊涂 什么叫需要我 她说需要是才给您的 我二姐说 你需要我 现在我就需要 那真是我的钱 我知道你们是姑奶奶 都离开的人了 替妈妈把财产保护的 这个周全一些 也以后给自己 也减少一些负担 这些出发的 我们都懂 那你怎么把这事 给做远和了 你俩的琢磨 好吗 我弟妹逼着我妈要 相信就是你俩 这个表达方式 你们俩的表达方式 有问题 哪有妈妈跟女儿不亲的 我是生女儿的妈妈 她跟你不亲 她现在就这么 跑到这儿来 要跟你翻脸的意思 然后几个手印 就这么跟你算 你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你还这样 我们让她来的 我们就是去年 他们打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说 咱上第三条件事说去 他们因为什么 我弟弟 他们就攥着我妈 我妈现在没有自由 我们接也接不走 去也不让去 然后还打我们 我逼着要什么了 我逼着您说要入社前 是我逼着你吗 没有 是您自己想要还是 我自己想要的 我到那边 那钱的不够拿来了 女儿们想要给母亲的关爱 显得有些强行和霸道 而这些似乎并非是母亲想要的 也许是因为两代人的观念不同 也许是因为母亲的身边 出现了外人 对这份爱的表达 双方显然理解有所不同 我妈就说 你看我这样了 能不能转个院 看看上别的地儿看看 你确实是在 在那个什么我妈 陷害我妈 你在算计我妈 还有一个愿望 我妈说我想回万全庄 这是我妈有两个愿望 不买几的没有 看见了吗 你知道吗 你跟我妈过 谁跟老街一块 最起码 端个水 你得比我们多吧 您说的这三个手印的意思是说 您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 就被人要求 摁了三个手印是吗 是不是硬拉着您的手 摁了手印啊 离开我自己的房子 就是用我爸爸的面积 买的房子 现在这孩子都死了四十年了 他说他能够找回来 回来在这儿了 这孩子要死了 我把他给您 我给您打一扇过来 你说让我怎么去面对 到他那儿去 他骂您 我去看妈去偷偷摸摸的 谁人都说了吗 八十都愿意有个妈 我为什么不愿意让我妈 想想就服了 租房子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自己有家吗 那个我妈那个房子是三层 当时我妈说岁数大了呢 就说上下不方便 他们搬到一里百元是一层 到一层那儿呢 我妈就有病了 我妈是八月份搬到那儿了 十月份我就带着上医院 吵病 完到十一月份就住院 住完院我说呢 我们在十一月底出院 因为十二月二号 是我妈的生日 我说我不让我妈 在医院里过生日 我们回来也过生日来了 过完生日说要有再不好再去 等到我妈回来 有一多礼拜吧 都过完生日一多礼拜了 一天我妈说 就是突然间就说不行了 不能等 她给我姐打电话 我打弟弟 她是说那个在那儿老有病 跟她说的一模一样 你妈就是觉得那风水不好 那地儿是吗 一到那儿在那儿住着老闹病 是吗 还换一地儿 主要跟您儿子儿媳妇一块住呢 对 王小敏还希望跟他们一起住吗 还跟他们一起住 你哪是孝顺我妈呀 您就在这儿红口白牙 说我不给呢 是不行的 吃什么给我买什么 我儿媳妇特别好 我跟你说 我就对她 就一点好的印象都没有了 你知道吧 你哪是孝顺我妈呀 她给我堵着两间屋子 我也不知道她给我堵着 她给我骗着这儿 这就是叫骗着 因为我住的离我妈近 所以我就看到我妈这样 我确实我心里难受 妈跟我们讲大了 我们说在这儿 我妈动不了我来 我们看着难受 现在的要求就是说 我给我妈接回来 因为我妈有家 外女朋友有家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就 我的意思就是 接到家里来 连谁都不用跟 咱们顾保母 我跟我儿子就惯了 我儿子离不开我 我走一小大爱哭 我妈就跟我们说 有两个愿望 我说租一月房 您挺高兴的 您愿意去住是吗 不是愿意去住 我们家有房 你给租一六千八的 是不是想把老太这些钱 都做完了 我们住一层 也接地气 您愿意不愿意 跟我们一块住 愿意跟你愿意住 那六千八的 坚持希望母亲搬离 究竟出于什么原因 我希望就是 把我妈接回来 接回万年庄 给我妈住房 我们不用她 不愿意让她 不让我妈跟着她 她老公我 您那房子卖吧 我说不卖 我说那房子还养活着我呢 情同手足的姐弟情 关键时刻 为什么突然谈情色变 我弟弟让我看来了 就说的 我去的时候 大姐你们 你看 你看我们都办好了 你谁都甭电影 其实我姐 咱正说 我姐最想着我大弟弟了 出尔反尔之后 猜疑日渐增大 我弟跟我弟 结婚他们都不让去 当时你要说是吧 他让我弟弟说 他不愿意 其实我妈是生气 因为她老是 一而再 再而三 来打我们房的主意 亏心你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人人心中有想法 他把我姑妈接着 把房本改了 对她 就一点好的印象都没有了 她公共母亲 就是为了等我 她就等我妈百年 等我妈死了 就都归她 一切都是她跟着操纵 不为这房子她不来 我花钱买的 这不是姓韩的吗 爱不着你们宅 这门的事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看 第三条解是之